Hi, my name is Kai Inone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下 Windows蓝屏 每次Windows蓝屏出现的话 那大家就会瞬间闪过这个画面 然后你就要赶快记下来 它到底上面写的什么 那有的时候闪超快 你根本还没记到 它就已经关掉了 那我们待会也会分享一个软体的部分 也是Windows官方的软体 它就可以简单的让你知道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软体 发生了什么错误 造成蓝屏 那那个软体我们待会来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来分享一下 蓝屏到底要怎么解决 前阵子我把我的i9 CPU 烧毁 这两万多块的CPU 就被我烧毁了 那问题就从这个开始 越来越多蓝屏就会一直出现 因为我换了新的CPU 我Windows没有重灌 驱动程式也不知道要怎么抓 然后整个就是蓝屏一直疯狂出现 所以第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你可能换了新的东西 那蓝屏一直出现 你就重灌Windows吧 那就是重灌一次 就全部的驱动程式从头开始 就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 那如果你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重灌了Windows 还有很多蓝屏出现 那另外一个解决方式 就是去确认一下你的记忆体的部分 因为我这些三十几个蓝屏的画面的问题 我全部把它记下来 那分析一下 差不多都是记忆体的问题啊 反正我们就去把记忆体 把全部拔掉啦 先把它拔掉 然后剩最后一根 去试试看到底是记忆体的插槽有问题吗 还是记忆体本体有问题 还是你的速度调整的不对 或者是记忆体的电压不够 电压不够也是一个问题 反正你就是速度调对 电压调够 那记忆体就是一个很大的解决的方向 那Windows重灌完记忆体故障 那你如果还是出现蓝屏的话 那你可以走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你看看你的温度是不是过高 会不会是因为温度过高 让它自己蓝屏 或者是直接黑屏 然后就直接重开机这种问题 那你就要去瞧一下你的CPU电压 输入电压的部分 让它降低一点 让CPU不会这么烫 那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有刚刚的软体 Windows Debug Preview这个软体 那我们就现在来分享一下 打开这个软体 如果你是遇到蓝屏之后重开机 那你右下角就会有一个小小视窗 告诉你你要不要直接打开这个log档 但如果你没有跳出这个视窗的话 你也可以到左上角 直接把我们C叠记忆体这个档案把它打开 打开档案之后还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要按下方的一个分析按钮 那按下去大概可能十几秒吧 它就会出现很多详细的资讯 那拉到最下面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说 到底是哪一个软体造成你重开机 或者是有什么软体驱动程式 坏掉了 或者是干嘛的 那它都会写在下面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让你去看一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不一定百分之百 你可以确定知道是哪一个软体 因为有的时候是两个软体在互充啦 不知道在抢什么资源 这个Windows Debug Preview 真的是帮助我很大的忙 因为到底哪一个软体有问题 我不知道啊 那你用这个Debug Preview 一看 哇塞 一下子就知道是哪一个软体的问题 那你解决的方式 你可以看看你哪一个软体 到底用了什么CPU吗 还是你的GPU 那看看你的显卡驱动 还是什么的驱动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还是一样温度过热的问题 希望大家到这个步骤 就把你电脑的蓝屏问题解决了 那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 你去检查你的驱动 那真的驱动全部都用完之后 还是有问题 那我可能就建议买新电脑 因为我真的用了很久 这个蓝屏的问题我用了超过一个月 所以你时间这样陆陆续续 重灌啊 然后重开 然后又全部重装任何软体 然后所有设定全部都要重新设置 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那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才把它搞定 那如果真的是很急啊 或是你有东西要用的话 那我建议就直接买一个新电脑 新电脑不会有这些问题啦 就全新的电脑啦 就真的不想要等 不想要尝试的话 就买新电脑 好啦那希望大家就是 把你的蓝屏问题解决 这也是我这一个多月 就是心得分享 就是一个探索状态 就是冲灌啊 然后硬体检查驱动检查 然后各种问题解决 那终于有比较稳定了 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CPU的那个电压降低 就是温度过高啊 有的时候跑东西 全部CPU100在跑的话 i9处理器很烫 那我的散热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就是可能会热到 自己蓝屏的问题 那最后问题解决稳定很多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电脑 解决这些蓝屏的问题 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Windows蓝屏的问题解决的 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影片 按个赞订阅我们 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 分享一些酷炫东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